嗨,我又来到新的一个样板间了 看一下价格单 它是到处第三个 44万9950美元 它是3100尺 4到5个卧室 3.5到4.5个Busroom 就是卫生间 2到3个车库 好,我们进去看一看 瞧一瞧 美帝人民的这个生活方式 这是加州的 加州一个中等的城市 看一下 印入远连 这个房间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 所以拍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这是一家几口人 一块吃饭 看一看这条高 45万美元 这个标配 标间 这属于叫标配 标配 基本款 买了就有了 现在一楼 我们先看一楼 这是个镜子 我们先看一楼 哇,先看一楼 这属于叫衣帽间 就相当于叫客人 主人进来之后 化个衣服 这边是楼梯 楼梯 楼梯中间有个储物柜 放点东西 踩从这个角度看一看 人家都是真的吃饭的地方 餐厅 OK 这边厨房 客厅 厨房客厅 瞧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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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厨房啥样 看一看 那边呢 那边的几个相当于叫早餐 吃早餐的地方 随便吃一点 随便吃一点 瞧一瞧 瞧一瞧 这个通往呢 边是叫车库 又是一个卫生间 现在进入一个小的主 这是一个小的 一楼的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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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 很小 这个东西主 这是很小的主 一帽间 我也 这叫 卫生间 很小的主 很小 还搞一个浴盆 浴缸 这是一楼 一楼 再往这个门一开 就是后院了 就是后院 我们也开不了 开的话 后院很大 后院当当 相当于叫 反正是一倍吧 跟这个房间 老大 你就记住了老大的后院 就这么一句话 你希望你能明白 上楼 现在我们上楼 这边餐厅 像妈妈把饭 住好了 上面是小孩子的房间 也有主人的 父母的房间 小孩 就妈妈 小孩子 下来吃饭 你看上面的小孩 挖挖挖 几个房间 给小孩的 都下来吃饭 因为美国 这好多人家里面 两三个小孩 这是二楼的一个客厅 这具体是干啥 我也不太懂 化妆间 具体的我也不太懂 又一个卧室 小卧室 这一看就是凹桶了 给小孩住了 浴缸 这边是阳台 阳台 阳台对面 这边是叫主卧 爸妈住的 爸爸妈妈住的 那种主卧 看一看 人家的标间 搞的 这么大浴缸 标配啊 基本上这些都 属于标配 不算豪华 在美国 不算豪华 那豪华的 上百万美元呢 二百多万美元 那一冒间 这一冒间 我的天啊 这比中国 就是一房子啊 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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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 是有两间 属于叫小孩 相当于小孩 坐 小孩住的 又是一个 卫生间 小孩 这一个小孩 这边又是一小孩 自己感受一下 这个感觉 好了 我们下楼了 下楼了 下楼了 看看屋外 那个美好的景色啊 好